第1290集 投资公司 董子墨听完墨小鱼的话 愣住了 因为他没想到墨小鱼会懂这些事 还以为自己只要是抛出这根橄榄枝 墨小鱼会迫不及待地同意呢 试别三日 即跟刮目相待 董子墨和墨小鱼分开可不是三日了 所以对于墨小鱼的成长 他还是低估了 那谢氏生物真的不能借盘啊 董子墨问他 董少 其实您很明白 汉鼎集团之所以采取这种不作为的方式的原因 这不是抗议董事长的广场计划吗 如果没有那个占地的广场 汉鼎集团说不定会继续这个项目 因为有利可图啊 但是现在呢 无利可图啊 还会占用大笔的资金 他们又不傻 对吧 墨小鱼直接把话点明白 但是广场的事已经在市委常委会通过规划了 那现在放弃建设那不是唐州人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董子墨皱眉说道 所以啊 这就是矛盾所在 商人逐利 这无可厚非啊 不然也可以找几家国企试试 那反正就是赔了也是赔国企的 那唐州还是有不少国企的 那肉烂了也是在锅里啊 对吧 你说呢 墨小鱼出主意道 董子墨摇摇头说道 哎呀 这也不现实啊 怎么可能啊 国企也不是傻子啊 这话噎得墨小鱼喘不上气来 妈的 国企不是傻子 那我们就是傻子了吗 哦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董子墨也觉得自己刚刚说的有点过分了 赶紧补充他 我明白 哎 算了 不说这事了 对了 我听说你和陈南路又旧情复燃了 墨小鱼忽然问他 啊 你怎么知道 董子墨一愣问他 有一天晚上开车啊 看到一个人和他在一起 就特别像你 哎 你那天喝多了吗 墨小鱼忍着心中的不快问道 哦 他公司里有些事 没人商量 就找我问问情况 董子墨解释道 哎 哎 对了 既然汉鼎集团不想接这个工程 你可以通过陈南路和英泽集团接触一下呀 这事说不定会有转机呢 墨小鱼出主意道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英泽集团也不好过 前期公司拿地太多了 还没消化完呢 这公司上市的时候 又遭遇到其他公司举牌 不得已把土地抵押给了银行贷款 勇于稳定股市 现在根本就没可能拿出钱来 接手潘家村这个项目啊 董子墨说道 哦 还有这事啊 墨小鱼故作不知地问道 哎呀 看来潘家村这个项目 需要从外面招商引资了 墨小鱼说道 那也不简单啊 董子墨皱眉道 哎 对了 既然你和陈丹璐有戏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去找谢家人了 他都吓坏了 嘿 他以为我找他是为了追求他吗 我对小孩又没兴趣 我就是想跟他讨论一下 谢氏生物接手的问题 没有别的意思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董子墨摇摇头说道 要是想从本地找企业 接手这个项目 我看不大现实 哎 看来还是要多方撒网了 最近我们家老爷子处境不大好 都是因为这个项目闹心闹的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帮着点了 对了 我现在去发改委上班了 董子墨说道 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要接受老爷子的安排了 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 去外面折腾一大圈 差点死在外面了 哎 我也该收收心了 既然他这么安排的 那我就先干着咯 我靠 那你毕业了吗你 哎 今年夏天就毕业了 就当实习了 哦 那从政这条路还不错 怎么着也是紫上复业 董事长肯定挺高兴的吧 莫小鱼说道 送走了董子墨 莫小鱼脸色铁青的回到茶室坐下 想着董子墨刚刚正式承认了自己和陈南路的事 这事儿莫小鱼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一样 那说到底啊 自己还是小看陈南路这个女人的心机了 那既然是这样 那也怪不得自己了 如果自己不是及早发现这件事 那说不定自己忙活了半天 那都是为董子墨做嫁衣了 看看时间 这一点呢 顾依依肯定还没放学 于是坐在茶室里 想着这事该怎么办 自己被人监视着 肯定是不能出面做这种事 但是 可以让其他人来做代理人呢 想着想着 莫小鱼拨通了苏菲的电话 喂 苏菲 吃饭了吗 苏菲所处的太平洋岛国 要比莫小鱼这里早两个小时 莫小鱼这里还没下班 凤凰岛应该要吃晚饭了 还没有 他们正在坐着呢 对了 家家找到了吗 唉 我真是不该让他回去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苏菲说道 唉你也别自责了 还没找到 我正在派人找 我现在啊都不能想这事 一想起来我就难受 也不知道他被囚禁在哪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总之我就很揪心 你也别太难过了 他应该没事的 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他 别着急啊 扩大一下范围再找找 就那么点地方 还能跑去哪啊 啊 我知道 唉我给你打电话找你 是想说说其他的事 现在呢 我想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你呢 冒充一回外商呗 啊 我们这儿有一块地 很有开发价值 那些钱闲着也是闲着 增值一点也是好的吧 莫小鱼说道 你不是发誓再也不把钱 往国外倒腾了吗 怎么又想着投资了 苏菲提醒道 唉是啊 但是我总觉得 我那些钱闲着也是闲着 就想着做个投资 那这一次呢 我们做的隐秘一点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莫小鱼说道 行吧 只要是你决定了 我也不勉强 反正那些钱都是你的 我说多了 你还以为我在耽误你发财呢 哎对了 小鱼 你哪天出来玩一趟吧 这里现在可今非昔比了 我把这里开发成度假岛了 苏菲说道 唉 先忙完这一阵再说吧 你定个回来的时间啊 我去香港见你 在香港把事敲定再说 莫小鱼说道 哎哎哎 你干啥呢你 砸车干啥 你谁啊你 莫小鱼正打着电话呢 就听见楼下传来了 机盛节的喊叫声 同时呢 又听到了玻璃破碎 和汽车报警的声音 我带你 跟周鱼 我看你 看你 你还没想到 阿尔